一人吴建豪跟他的新加坡百亿千金老婆的婚姻是真的玩完了吗 老婆竟然呢在网路上面公开留言给另外一个男的说要当人家未来的老婆 这老公怎么听得下去外传吴建豪气炸了 说两个人目前正在谈离婚 不过并没有经过证实 Arisa才在微博上po出有吴建豪在台北新家的照片 还要网友在照片当中找亮点相当放闪 让人以为隔空交战一个月的小两口和好了 但没想到 Arisa在有香港翻版张震支撑的时尚业人士 陈薄熙的Instagram上大胆开玩笑 陈薄熙说谁是那个戴帽子的漂亮女孩 想不到Arisa居然回答是你未来的妻子啦 自己的新婚老婆公开留言说要当别人的妻子 外传吴建豪简直气炸 还找来了知名牧师求助 希望透过辅导可以挽回婚姻 但谁知道Arisa还是拼命唱反调 两人争吵不断 Arisa在网路上暗示自己要坚强勇敢 外传两个人已经在谈离婚 回顾上个月底 Arisa在网路上怒表吴建豪 什么信仰 假的信仰 不要相信那些炒作 醒来吧 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都不是真的 我想要骂脏话就骂 走开 两人隔空叫骂 婚姻出现裂痕 隔了一个月之后 愈吵愈裂 虽然吴建豪经纪公司不回应 但豪门婚姻看来很有可能不保 让人直探 相爱容易 相处难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